我們搞現世的 現世的保健就很簡單 第一你要注意飲食 空氣你避不了 飲食就大家朋友真的要喝好的水 我的瑞士水都未解決 因為它有些條件我們都要找略師看 因為那個我不喜歡做生意的 你真的浪費時間 它來到就來 但大家可以買一些歐洲的泉水 外宇蘭都不貴 有些市場自己賣水 水真的很重要 當然 最好每年或者兩年你要靜骨 在我們的FIDA醫學 靜骨 怎樣靜骨 你找一個靜骨醫生 最好找英國醫生 你照了一個X-ray 拿它給它檢查一檢查 你那個中樞神經的骨 有沒有歪斜 一定要的 你每年要檢查 因為那裏帶來百多種病 因為你整個在我們FIDA醫學 那個中樞神經的骨架是非常微細的 大家看圖看到 我放了一些圖上 希望讓大家知道 這個影響很多系統 很特別的 如果你洩漏一些秘密 如果你的骨押這邊神經 就是肝癌 押另外一邊就是糖尿病 小小而已 不押多 所以很多人醫糖尿病 以前的人來找我醫糖尿病 我首先要他拿四面照骨給我看 我測試他今世 他有沒有小時候撞過什麼 你不覺得 因為他壓著你一點點的神經 變成你的營養各方面都不到 你不到胰臟 不到光 他時間久了就衰退 等於你塞水喉 所以你症完骨之後 這個很重要 你好人好症 你打電腦 你平時做運動 或你坐姿勢不正確 一定的 所以你一定要做正骨手術 保健第一 飲水靚水 做正骨手術 中國人一向說大陣很重要 都有一定道理 是啊 很強調大陣不能動 如果有羊土的季節 你不妨有機會 一個星期喝羊土汁 有什麼好處呢? 羊土汁 以前我們在南亞 有人種了鋼頭 都可以化的 鋼頭也有效 不止保健 不止保健 所以譬如你在泰國或東南亞國家 買了一些古老的首飾 配戴回來 但你不知是哪些人大過 我們俗稱有幾乎不乾淨 你回來找蘋果汁 但我們多數用羊土汁 浸了七日七夜 就可以燒了它 那就會乾淨 例如有些人說 去外國種了孤獨 或者種了鋼頭 是羊土解鋼的 即是普通鋼頭解的 對某些特別的